9月10号至13号,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参展商伊姆兰拉已是第三次来到东博会推荐商品。 回忆起第一次来参加东博会的场景,叶姆兰拉仍然觉得历历在目。 第一次来参加东博会的巴基斯坦客商老鹰能熟练地利用普通话与客户交流。 他告诉记者,他父亲与中国客商做了多年生意,从小他就喜欢和中国客商聊天,普通话就在聊天中练出来了。 以前我爸爸也跟中国人做生意,所以我们认识很久,也有很多中国人去我们家里也住过,所以跟中国人聊天比较多一点的机会,所以慢慢就学到了。 老鹰是第一次来到广西南宁,他告诉记者,他这次不只带来了巴基斯坦的商品,也带来了巴基斯坦的友谊。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出参展这个奖会。 感受和印象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来了南宁,认识了南宁人,也知道了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当地的一些赛。 我们也带一些巴基斯坦的一些东西来,介绍给中国朋友巴基斯坦的一些文化呀。 场馆内五颜六色流光婉转的波斯风格制品吸引了许多客人驻足。 做了15年中意贸易的伊朗参展商黄春雨告诉记者,东博会是他们一直看中的平台,通过东博会,他们结识了许多客商和朋友。 我们在做了15年的中意贸易吧,然后我们是第三次来东盟博览会,然后东盟博览会一直是我们觉得比较看重的。 那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位置不好,但我们人也还很多的。 然后我们这里现在经过三年有很多老客户,他买不买都要来过来问候我一下。 我们还是期待有更多的合作的人,商家呀,个人喜欢我们的东西,我们也是要推广伊朗文化的。